把攻守关羽请占华雄 你一个小小的攻守 竟敢口出狂言 你以为我们众诸侯没有大将军了吗 这是关羽第一次在诗人面前展露锋芒 而此一战也让刘备三兄弟被天下人所熟知 袁绍召集十八路诸侯共同讨伐董卓 曹操你写一封假的天子诏书让盟军事出有名 可就在众诸侯商讨进军策略之时 西梁军却先行一步来到城门挑战 如果你们谁能将曹操狗贼的头颅 给我踢上来 我将免你们不死 虽然此事华雄已经是名动天下的名将 但曹操丝毫不慌 因为董卓麾下有四元猛将 第一是吕布 第二是李爵 第三是郭四 华雄只能排在第四位 袁绍一听顿时有了底气 区区第四也敢前来挑战 但考虑到这是联盟军首战 他要求出战的将军不仅要赢 还要砍下华雄的人头 以撞盟军的天位 关羽刚想请求出战 却被大哥刘备拦了下来 末将请求出战 十和之内定斩下华雄的狗头